號稱六星級的新莊頭銜國小圖書館 在教育局以及多位議員的經費共同益柱下 歷經兩次整修工程 去年底正式啟用 更大量購買新書一萬多冊 加上原來藏書 新的館內藏書已達兩萬多冊 所以整個圖書館的經費應該是在 五百五十萬 我們分為兩級來完成施工 那圖書館除了硬體以外 我們也採購了非常多的新書 那這個新書是我到任頭銜國小以後 逐步逐聯的買 那目前我們總共包括班級套書 大概採購了313.5萬的圖書 兩萬多冊藏書種類多元 內容豐富 透過手機掃描QR Code 就可以輕鬆的查詢書本館藏狀況 最棒的是全新的頭銜國小圖書館 主打成品風 不只空間寬敞明亮 約有七間教室大小 裝潢現代時尚 多就充滿巧思的空間擺飾 更彰顯空間質感 氣氛超舊 這一次的圖書館改造 我們打造了類成品化的圖書館 我們主要是要拉近書本跟學生的距離 讓學生能夠主動走進圖書館 設計下來 那既有時尚感跟現代感 像是手作的 然後就是很多文學是跟電影有關的 這樣然後其實就有去找各個部分 然後符合這個色調跟這個類稱品風的部分 最喜歡的區域是後面的多功能閱讀區 因為它周遭不僅有很多的圖書可以讓小朋友一起閱讀 而且前方還有一個電子螢幕 可以讓老師做一些輔導的課程 我喜歡語文閱讀區 我喜歡看那裡的書 因為我覺得對我的作文很有幫助 現在的頭前國小圖書館 已經成為全校師生最喜愛的校園一處 不同特色的閱讀空間 同樣舒適放鬆的閱讀氛圍 讓孩子下課時也喜歡來閱讀 來借書 更不定期規劃主題書展 讓孩子一同參與學習 頭前國小打造全新沉浸式閱讀圖書館 讓孩子輕鬆感受傳統紙本閱讀的魅力與專注力 以上新聞記者林正傑新莊採訪報導 我們下午線活動 中文字獄 名字备 Cy cuál